王杰是一代歌神 是比四大天王还早的天王巨星 是7080后年轻的偶像 可以说王杰是上个世纪的歌坛天王 创作了很多筷智人口的歌曲 在1989年上半年 王杰更是亡者无敌 风光盖过了李克勤和陈百强 而且就连张国荣和谭永林也不分上下 至于如今的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也曾经是王杰的跟班 可见当年的风光程度 然而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期 却在香港遭人下了迁毒 导致嗓子变哑 从此与音乐绝缘 作为一名音乐人 歌手失去了嗓子 几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命 正因为此 所以王杰对香港娱乐圈的人没什么好感 但是对一个人多年过去仍心存感激 那就是张国荣 王杰在接受一个节目采访时曾说过 张国荣是他在香港对他最好的一名香港艺人 也是对他帮助最多最大的一位艺人 原来王杰刚刚在香港发展时 合影时往往被挤到最角落 但是有张国荣在就完全不一样 张国荣就会一把把他抓过来 给我过来站中间 然后告诉他 你每次站边上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 另外王杰其实知道那个下毒的是谁 只是如果说出来 那个年轻人一辈子就毁了 就要那个年轻人永远活在愧疚中吧 所以说王杰是个善良的人 估计正因为如此 才受到同样善良的张国荣的爱护与帮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